今天我们谈一下行婚 其实在中国有好多朋友 以行婚的形式为家庭 就拿我的同学来说吧 他的第一次结婚很失败 当时找了一个女的结婚 然后生了一个女儿 然后匆匆就离婚了 现在在网络上会搜到好多啦啦 还有男童 以行婚的方式 比如过年了 过节了在一起生活 平时的时候 大家都是隔自过自己的生活 这个行婚安全吗 还有一种就是待遇 周围有好多朋友 比如变形人啊 还有好多己有 以待遇的形式 生个孩子 然后自己来抚养 说实在的哈 不管怎么样 都是自己的选择 如果又是不参扯 经济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走得更远一些啦 如果又是有经济的话 那就很麻烦 因为毕竟是行婚嘛 双方没有生活在一起 大家会 隔自 经济 独立 行婚 我觉得 还是不是特别安全 如果又是能找到一个真心相爱的人 我觉得 在一起的话 还是可以的 如果又是找不到的话 仅仅是 为了一个名誉上的红烟 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个必要吧 再说新婚有风险 因为你新婚的话 是登记结婚也算是吧 如果 离开的话 封守的话 还有财产纠纷 如果红浅没有财产纠纷的话 那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到时候会 还要打官司 真的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还是建议大家 考虑好多的问题 然后再进入空间 好 谢谢大家